不管是港口還是出土時 幼稚園保護官都是像這樣 不時就都顧著著 一般也沒有離開來背負這些古水 又創造的幼稚 但他們就先看得出 他幾多年來 所履一集非常寶貴的幼稚經驗 其實幼稚化實施後 就比全半好人 在幼稚整合之後 原來在第一線的幼稚園一夕之間 就不可以獨立帶大班了 要超過15個人以上 就必須要有教師證 而這個教師證 就必須要從幼稚園體系的幼稚系畢業才可以 但其實在我們第一線的幼稚園 絕大部分是從技職體系上來的 像這樣子的一個完整的一個資歷 卻到最後在幼稚整合之後 無法帶大班 這對我們第一線的幼稚老師 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侮辱 可以說是非常不尊重我們幼稚的專業 另外 相對幼稚園 每個月兩千塊的補助 保教官近人只有補助九百塊 加上要處理由教師的主教 就必須要使用 基本就是為了我們才已經做了很多年的保教官 在教師證取得過程當中 你必須要在進修相同的課程 相同課程取得完了之後 還要有半年的不知心的實習 那換而言之 如果今天一個資深的老師 他就必須要持他遠距來的工作 然後去實習合格教師的取得就是相當的困難 況且他本身就已經是有四年的經驗 四年的大學 三年的高中 這樣的養成已經是非常非常足夠了 政府這樣子的法令下來 變成我們在職場 現場的工作 幼教人員必須我們從部要全來 那我覺得那很不公平 雖然說那些幼教師資格呢 他們都是取得 他們要先去考學成 然後學成之後還要去實習 實習之後還要再考試才取得 那我知道他們很辛苦 可是我們現場的幼教人員是更辛苦 真的有夠發誓是 對著附近南道館 幼智恒 已經嚴重欠掛保護館的現象 竟然是一種傷害 整個南投縣來說 我們有很多的偏鄉 比如說新義 漁池 有很多的偏鄉 他們在教師資源上的確是很不足的 其實有很多很多的元素都跟我反映說 他基本上是請不到教保員 請不到教保員 大家都在等教保員 可是政府現在又說需要教師 那等於是在我們這個很經營的幼教業上面 雪上加霜 為了建築應該有的企業 在今全國有進行的保護館 已經在台中七幾萬塊共聘會 南投館也有900名的保護館參加 對處簡遷祥表示 這除了是希望出行推動修改有夠法 裡面開台保護館的條文 他們的重新要訴求 竟然是希望保全 不僅在南投館 以及為所不足的優秀保護館 可以繼續安心做工作 記者檢本宣 彩虹報道